為什麼你要給我 每天抹你 然後你這樣穿過它 要是高吊球 要是彈地球 好了這個時候 交叉走位 大家好,又是阿豪了 又是阿豪 又是阿豪系列 這次就是第三課 很多網友都問過我 這個問題 我覺得阿豪也是有嚴重的問題 就是 經常隊友叫我走位 究竟我走去哪裡? 如果隊友叫你走 你會走去哪裡? 通常那邊拍球就來這邊 這邊通常在0度 或者45度 完美? 完美是什麼? 你完美避開了球 球在右邊45度 你走來這邊 知不知道那邊是誰站著 後邊? 不知道 構成 但是如果站在那邊就堆了一堆 所以我們今天說走位的意識 未必是粗學 一般經驗不足夠 像阿豪這類型的球員 他們普遍會走在一個我簡稱為甜筒位的位置 在籃球場上面是有一支甜筒的 這支就是 這個甜筒 雪糕 你圍著這支甜筒 是45度到中間 到這裡的45度 通常你會發覺 你們走來走去都是這裡這裡這裡 在這支甜筒以外的位置 你們是不會去的 不是 那裡會去的 哎 阿哥 那個球在那裡 你去那裡就已經錯到離譜了 那球來這裡你去哪裡? 就上了來這裡了 剛剛你說的情況是這樣 我示範了 你帶著那個球 然後你就叫我走位了 好… 然後你就很聰明地走過來 對不對 那你跟著那個球怎麼樣? 跟著那個球 是啊 你想怎樣?你想大還是交? 當然是大 通常 那跟著我是不是走來這裡 球 那如果我帶下去 就有機會在那裡 所以就說經驗不夠 就在甜筒的位置 知道什麼人吃甜筒嗎? 小朋友 你有沒有吃甜筒啊? 明白嗎? 我經常吃甜筒的 你會變成這樣 你到最後去了那裡 我一開始去了那裡 但我不是在那裡拿球 你結果不是回來這裡 是不是? 好,給你一個球 然後發生的情況是什麼呢? 你又不敢給下底線的中鋒 又不敢給高姿勢的中鋒 那怎麼辦? 給你 然後你呢 給他 然後呢 給他 然後呢 最後呢 通常都是 然後你就拍幾下又給中間 來來去去就是你三個在那裡打 好改變的 這個是我們五打五的時候 經常遇到的一個情況 就是為什麼中鋒 經常都會沒有球接 就是因為我們面那三個位 不是太會走 一個基本的概念 如果現在我們三個面 站在這個位 敵人是打聯防的 2-1-2 你應該怎麼走呢? 可以這樣走的 對 球先給阿豪 對 然後 CM 直接 先看有沒有第一個機會 通常都沒有 重點是呢 他要把中間的人 騷擾他們的防守 不要那麼容易 讓他們看穿那個防守 然後 經過中間的藍底 去領導位 去領導位 那同樣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躍邊的中鋒呢 當他去到這個位的時候呢 給他一波 我就會走來這裡的 明白嗎 可以給我 這樣你會容易給中鋒 因為你的角度是容易了 如果是後衛 即是是藍底的後衛 錄我的話呢 其實你已經空了可以射 明白嗎 千萬不要跟別人的 你去去在這個地域 你來切一切 空間的開來 練習得到 你會懂得更多的 入底的 又有排 где 你會看到 你會沒事 對 有不好 如果抹CM的话,我是对着中锋,对不对? 对了,被人偷了,为什么你要给我? 天天抹你,然后你这样穿过他 要是高调球,要是弹地球,这个时候交叉走位 好,停,中锋拿了球,底线两个需要交叉走位 这个是基本意识 大家通常在这里停下了,只是看着我 我看着你两个不动的弹散,我要硬爆进去 我硬爆不了进去,怎么办? 因为中锋球员不是那么多有步法 不是那么多很有步法 你不会这么聪明的 你两个不动就死了 你动了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空间,会产生空位 我们交叉完,阿豪下来,我可以给你射球 你不一定在这个位置射球的 因为你可以高一点点 因为他本身这个人在 你交叉到这个位置射球 你不一定在这里我都交给你的 第二,CM交叉完呢 那里其实有一个人 你不用跟他重复的 你应该切进去 切进去 明白吗? 知道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都会有一个中锋站上来高位 对了 明白了 你可以射 可以被切入的CM 可以给我 然后转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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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比赛